古代一种官职官位不高权力却大,皇帝都看他脸色,不过很容易作死,对于古时候善于向君王觐见的例子是非常多的。 其实在古代,直言禁剑不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,而且还是一个专门设置的官职,即剑官,同时,君主在监察各个阶级的官吏这件事情上,也设置有自己的耳目和帮手,被称之为是监官,这两者合称为台剑,统称为阎官。 根据历史当中所反映的,我们都清楚一个敢于直言劝见的监官,对于一个王朝的统治是非常有帮助的,因为他被赋予了直言的权力,也因此仿佛一个统治者的明镜一般。 魏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,有它的存在,魏理师民这样的明君,也增在了不少。 然而,在历史上直言劝见,却又的确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,也并不是每一个建官最后的下场,都像魏征那么好。 监官最多的时期,是我国的明朝时期,在这个时期内,也是监官对整个朝廷起到的影响作用最大的时期。 这个时期的监官,不仅仅是要在平时劝见皇帝,同时也能够对于百官当中的坚定者进行罢免。 可见那个时代,监官是非常的威风的,但同时监官也并不是那么好当的。 历史上,多的是监官,没有落得好下场的例子。 采明朝,也是监官觐见之后,与皇帝私铺脸最多的时期。 而这些与皇帝产生争执的监官们,最后都是会受到惩罚的,有的比较轻的,还可以只是被罢免,然后回家养老。 但是有些非常重的,则是要受牢狱之灾的,甚至是杀身之祸。 有些监官在自己受罚的时候,亲朋们也没有什么好下场。 在嘉靖年间,某个地区曾经观测出彗星的星象。 这种星象在当时是被认为是扫把星的,所以嘉靖皇帝为此十分的恐慌,担紧把大臣们召集起来,请求他们的劝谏与帮助。 展开全文就在这个时候,有一个。 南京的御史,名字叫冯,性格非常的耿直,面对此情此景,直接对皇帝说,这扫把星就是凶兆,而朝堂上也有这样的扫把星。 然后报出了名字,分别是那个大学士张聪,方献夫和幼都御史汪红,他称,如果皇帝把这朝廷上的扫把星给驱除了,那么天上的扫把星也就没有了。 这个时候,皇帝龙颜大怒,下令仗则冯恩,打入了大牢之中,冯恩的下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悲惨的了。 之后,在嘉靖皇帝驾崩了之后,明目中曾经为冯恩平反过,但是这个时候的冯恩,早就已经到了古兮之年,在牢狱当中,度过了整整八年的时间,却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快言快语。 不过,和其他的言官相比之下,冯恩可能已经算得尚是幸运的一个了。 他同时代的一个言官,名字叫做沈树,和他相比就非常的不幸,因为他因直言劝谏而斥的牢狱之灾,整整比冯恩多了十年之久,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八年的时间。 沈树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呢?原来,他原本是在嘉靖二十三年的时候登榜的,那个时候的他被分配在礼部当职。 在1550年的时候,明朝曾经遭受过蒙古人的侵略,这个时候,沈树上报了一封奏折,在其中他表示,如果继续放任蒙古人的侵略不管,那么,怎么能够激励我朝的士气呢? 其实,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,就能知道,沈树完全就是就事论是罢了,更何况,他的言辞一点也不算积极,但是,却硬生生戳中了嘉靖皇帝的痛处。 他对待蒙古人的侵略,一直都是犹豫不决的,他唯唯诺诺的态度,也从来都没有改变过,只是没有想到,自己的遮羞不会被人完全撕开,于是,沈树就被交给了刑部处理。 刑部的人知道沈树被送来的缘由,他们都为沈树求情,希望能够从清处置。 然而,嘉靖皇帝原本就为此事心烦意乱,如今再有人求情,更是火冒三丈,不仅执意要把沈树打入牢里,还把习他为他求情的人夺取了俸禄。 尽管如此,刑部为沈树求情的上书,依然没有停止,这让原本就刚愎自用的皇帝更加愤怒,刑部这样的做法,无疑是一次次的在挑战他的权威罢了。 很明显的是,百官越是为沈树求情,皇帝就越不可能面对自己的错误,而且只会更加恼火地把自己的脾气全都撒在沈树的身上。 于是,沈树也就得到了越来越重的惩罚,他不仅仅被杖则,而且还被关押了整整十八年的时间。 冯恩在入狱之前,妻子从老家巴舍而来到了京城,击谷命远只为了能够为自己的丈夫讨一个说法,而冯恩的儿子也在门外掌跪不起,希望能够为自己的父亲领罪,这个时候的他也不过十三岁罢了。 冯恩的家人此举动感动了众人,也让原本重罚冯恩的家境皇帝非常的为难, 但是,最终也没有收回他的下令。 明朝时期的监狱,虽然将犯人整日关押在其中,但是犯人的一日三餐还是,要靠自己或家人帮忙解决,监狱是不会管饭的。 因此,沈树在被关押的时候,他的妻子和小妾两个人,就不得不住在京城的旅馆里,只为能够每天给丈夫送饭吃。 十八年,如一日,沈树的老婆最后上奏希望能够帮助沈树服刑,但是受到了家境皇帝的拒绝。 沈树虽然被关押在狱中,但是他也没闲着,自己的一身雕刻的绝火,一直都没有丢掉,在牢里找着各种材料进行雕刻的手艺。 后来他出狱之后,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,家境皇帝就驾崩了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